如今鼠年新春正式进入倒计时 无论普通素人还是明星艺人 都开启了努力冲刺完美收官的忙碌状态 这不近日 由某知名喜迪品牌举办的 铠甲守护美满生活 王俊凯双面特工电影首映会 这一品牌全新艺军刚出满喜业发布会载经巨星 一袭黑色西装亮相的王俊凯 气场全开特工Boss法十足 再搭配少有的眼镜纱造型 气质画风一秒切换 一起来听听王俊凯对本次拍摄 以及角色塑造的幕后故事吧 那挑战的地方就在于 可能对于拍摄的一些内容 或者说是一些角色上的一些动作 需要会有一些挑战吧 想看王俊凯动作西风的朋友 可以多多关注电影作品双面特工啦 在2019年综艺影视音乐等多个领域中 忙碌的王俊凯都为大家呈现了不少的口碑作品 接下来和陆川导演合作的电影《七四九局》也将和观众见面 只要一年在外勤奋努力的小凯 面对逐渐临近的新春佳节也坦言 希望和家人团聚 今年春节应该会回家里吧 一般春节的时候呢 就是会去走亲戚嘛 然后呢也会放鞭炮啊啥的 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春节走亲戚最怕的就是来自家人的灵魂拷问 那不知道王俊凯是否也担心有这样的状况呢 小时候的时候我就比较怕来问就是考试成绩怎么样嘛 现在其实也没什么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一天在干嘛 小编总结不愧是你 临近春节长假除了完成好工作和家人团聚之外 如今身为boss的王俊凯 有没有考虑抗劳一下 共同努力打拼了一整年的工作人员呢 说了这个还得好好想一想 嗯 应该又是有 应该会有年终奖这样子 十名谢木凯boss手下的工作人员 小编都有些动心了 接下来就期待王俊凯 在更多领域里的新作品啦